夜里狂风呼啸而过 树木被吹得左摇右晃 还有大门被风吹走 小犬台风七级暴风圈 蓝宇首当其冲 中台上线却刮起墙台阵风 蓝宇观测站 风速记被大风吹坏 甚至被吹不见 恐怖强阵风测到 每秒95.2公尺的威力 换算时速大约342.72公里 相当于F1赛车的速度 刷新台湾气象史上 最强阵风记录 根据统计近十年 蓝宇气象站观测 17级以上强阵风 前三名是2021年的灿树 2016年的尼博特 以及2013年的天兔 而过去蓝宇最大阵风记录 是1984年的雅力士台风 每秒89.8公尺 不过这些记录 全被小犬打破 那这一次又特别特别的强 其实很有可能 就是在这个台风的眼强里面 还包花了一些 比较小型的这个旺盛的 这个系统 也许是小型的旺盛的对流 或者是这种小型的 这个龙卷风 另外气象粉砖透露 蓝宇另一支风速记测到 每秒100.7公尺 可能成为地球最强阵风之一 不过风速记被小犬吹坏 没有列入计算 小犬台风暴风圈 风速打破国内126年以来 记录 威力不容小觑 肆虐一夜 满目疮痍 下期新闻 李静体神外台北 采访报道